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份鸡肉要消耗330加仑的水 一顿完整的包括豆腐 米饭和蔬菜的纯素菜 只消耗98加仑的水 开始吃素 加入环保 我们缺粮食吗 世界古物产量的36%用于不养牲畜 世界大豆产量的74%对能够养牲畜 世界上有多少人受饥荒之苦 在2008年有8亿6千多万人 目前全世界用于喂养牲畜的补物 足以养活20亿人口 我已经说过 80%的全球暖化几乎可以立即停止 且在数周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 如果不饲养更多的生畜 甲丸就会减少 若不吃肉就不需要运输肉 燃料消耗就会减少许多 所有这些人可以训练去做其他工作 同时饥饿会减少 因为我们可以将原来用于喂养牲畜的农产品和古物养活人类 我们不会再有饥饿 也不会再有因饥饿而引发的战争 所以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并会不断倍增发展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开始吃素加入环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